欢迎来到News TT70,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王思聪说杨子长得丑,张艺山看不下去了,霸气回对。 大家都知道,王思聪是家喻户晓的富二代。 他一出生,什么都不用做,就等着继承家业。 他接触过很多网红,也传出过不少的绯闻。 但上帝是公平的。他给了他财富,带走了他的容颜,但他从不在乎。 同时,王思聪在演艺圈也以敢说敢做而小有名气。 每当有看不惯的事情,他总会第一时间站出来。 许多名人都遭受过他的毒舌之苦。 杨子这几年名气很大,主演了多部热播剧,事业发展也顺风顺水, 不过杨子的长相也是大家津津乐道的话题,虽然在娱乐圈算不上漂亮。 不过杨子出道以来一直给大家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曾经王思聪在网上大肆发文称杨子长得丑,也引起了网友的热议, 但杨子的好朋友张艺山却看不下去了。 张艺山直接弩对了王思聪是瞎子。 看到张艺山支持杨子后,不少网友纷纷表示支持。 王思聪见众人的态度,并没有像往常一样选择反击, 而是保持沉默,引起了公众的愤怒。 王思聪虽然一向直言不讳,但有时候他还是需要仔细想想他说的话, 否则就算他的父亲是王健林,也无济于事。 不得不说,张艺山和杨子真的是好兄弟姐妹。 出演《家有儿女》这么多年,他们还能保持联系, 还能为杨子挺身而出,可见他们的感情很好。 据说两个人还是同一所学校,也曾被传出过恋情, 但我觉得他们好像只是很好的姐弟。 他们太熟悉了,知识合作朋友。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